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不再是理所当然了 就好比如我本身就有三个小孩子在上学 那么每一天呢 现在如果以一个口罩 带一个四个小时就要换一个来计算 每一天我的三个小孩子 一个用三个口罩 包括我自己还有我太太 每一天我需要消费20块左右来 在这个口罩的上面 所以以一个月来计算呢 基本上大概500到600之间 只是消费在口罩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消费呢 对很多普通的家庭来说 是一个负担 所以今天希望大家可以通过 了解了爱多美 把握着这个机会 因为呢 我们现在出生在什么年代 它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现在生存在什么时代 而这个时代能够给我们 带来什么样的机会 现在是属于一个叫做 科技4.0的时代 我们的每一个人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 都离不开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科技 第二个就是互联网 第三个就是智能手机 这也是一个平台崛起的时代 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Google 我们所熟悉的Facebook 还有我们知道的一些电商平台 当中包括了Rajada Shopee 淘宝天猫等等等等 这些平台呢 都是从21世纪开始 获得了国际性的成功 他们都只是做了一个平台的 本质上的一个连接 Google把人与资讯 做了一个连接 今天是全球500强企业的之一 Facebook把人与人做了一个连接 今天也是全球的500强之一 那么有一些平台 电商平台 他们做了把人跟消费者 做了一个连接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些平台 它给我们大众消费者 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但是呢 以一个大众消费者的立场 我们是很难在这些平台上 有利益上的关系 随着这个科技互联网 通过智能手机的串联的普遍性 平台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模式 叫做共享经济的平台 每一个平台呢 通过他们自己所属的领域 创造了独特的连接 为这个市场带来了价值 也开启了一个大众创业的机会 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融入平台 都可以拥有这个机会 也因为这样 对我们一些传统的行业 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和冲斥 这些平台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通过平台的特性 他们取代了很多的传统行业 我们最熟悉的在马来西亚 比如说Grab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Grab 消费者只要使用Grab 得到的就是便利 得到的是节省 那么如果觉得Grab不错 想要成为经营者 也是可以的 只要你共享你的资源 共享你的汽车 我们所熟悉的Airbnb Airbnb给传统的酒店 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 那么这些平台呢 虽然他们可以让我们大众消费者 在收入的利益上有所关系 但是呢 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 持续性的收入 就是说 它并不能给我们创造一个 被动式收入 在科技4.0的时代 我们都知道 人类会越来越依赖科技 互联网 还有智能手机 当然今天我在这里分享 并不是给大家做详细 介绍以上的平台 今天我来到这里 希望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 更伟大 更具有创新的一个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呢 我们只要超过18岁 我们可以免费加入 当我们加入的时候 我们就拥有一个 个人的创业平台 而这个平台呢 它更结合了一个枢纽的模式 所以今天我们加入这个平台 我们就是属于一个小型的枢纽 但是我们都知道 要成为一个枢纽 它其实并不容易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系统 可以帮我们 接收订单 处理订单 计算订单 计算报酬 然后做这个管理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系统 但是今天我们只要加入这个平台 我们就可以拥有这样的一套系统 这个系统叫做超链接枢纽 系统的平台 爱多美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 当我们要选择和一个平台合作的时候呢 我们会很担心 到底今天我选择爱多美 爱多美能不能让我稳定的发展 爱多美能不能让我长长久久的发展 爱多美能不能让我快速的成功 爱多美能不能让我把市场做大 这个也是我当初考虑的 无可否认 爱多美未来的前景 能够做得多好多大 会有很多未来 很多不定性的因素所造成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从四个点来看看爱多美这家公司 我们可以从爱多美的商业 一家企业的商业 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名义 每一个人个人的名义代表着我们的诚信度 所以一家企业的商业呢 也就是它一个隐形的资产 它能够在市场生存多久 其实和自己的企业商业呢 有这么大的关系 这个是我们会分析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爱多美 它在过去到现在 它的成长模式到底是大起大落的 或者是稳定性的 如果今天你参与到一个平台 它整个过去到现在的发展 是大起大落的 那么以一般的大众消费者 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平台成功呢 可能你要面对的挑战 也是大起大落 然后呢第三点 到底爱多美在这个市场 它的发展空间 能不能持续性 还有它在市场的竞争优势 能不能持续性 我们看到马来西亚 有很多很好的平台 当然也有很多过羊头 卖狗肉的平台 这些平台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都会很懂得去包装 很懂得做宣传 但是呢 他们一开始 虽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看起来也是有竞争优势 但是并不能持续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关键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爱多美的商业 爱多美在2014年进入了台湾 也是开发海外分公司 华人市场的第一个国家 然后呢 在通过了三年的时间 爱多美在台湾第71届 商人节的颁奖典礼上 获得了优良商人奖 这个奖项 这个奖项呢 是由经济部门通过审核 爱多美这几年来的业绩 爱多美通过辉煌的业绩 卓业的表现 这个肯定呢 给爱多美来说呢 它就是一个 爱多美企业在台湾 一个商业的肯定 爱多美2016年进入了马来西亚 通过短短三年的时间 马来西亚的爱多美呢 也获得了Superbrand的品牌认证 这个Superbrand呢 在全球超过85个国家 在推广 这个就是给一个企业 卓业品牌的一个肯定 如果一个企业 没有良好的商业 想要得到这个Superbrand的认证 可以说难之又难 再来我们看看 我们的董事长 曾经接受过 这个福布斯跟财富杂志的采访 就是Folvers跟Fortune 在2017年 2019年 还有2020年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两本杂志呢 在全球 是具有影响力的经济 和财务的一个书刊 那么呢 被采访的 成为封面人物的人呢 他们一般上都是 在这个经济界里面呢 都是数一数二的封营人物 采访他们对于他们 商业模式的一个思维 所以呢我们爱多美的创办人 董事长Mr.Buck Hangel 也接受到了这个杂志的采访 还有我们爱多美在韩国 也是受到了所有主要媒体的电视采访 我们的爱多美呢 在2009年开始到2019年10年的业绩 也成功挤入了直销 全球直销百强的排名第20位 然后呢 在2020年6月的报告 我们爱多美挤进了排名第11名 如果通过这份报告的数据 我们都可以看到 排名在前10名的这些直销品牌 前面8名 基本上 业绩都在下跌 只有两家 他们是稍微有所成长 那么爱多美虽然是排名在第11位 但是呢 他和第10名的业绩呢 区区只相差700万左右而已 然后呢 我们爱多美董事长 他也为爱多美争取了CCM的认证 就是什么是CCM的认证呢 就是爱多美是一个以顾客为中心的经营企业之一 所有爱多美的活动 从产品策略 消费 生产 物流 宣传 营业 质量 服务 所有的这些活动 都是以扩大消费者的效益 然后呢 增强消费者的权益为主题 所以 我们爱多美的第一个经营目标 就是顾客的成功 除了超越顾客的感动 更想要让顾客成功 这一个并不只是一个口号而已 我们爱多美是真的去落实 那么呢 我们爱多美获得了这个CCM过后呢 也获得了世界直销协会总裁委员会的成员 他也成为了这个世界直销委员会的总裁的委员之一 那么呢 我们董事长也在2019年的时候 受到这个世界直销协会的邀请 到了 这个澳洲 做分享关于我们爱多美的 全球采购 全球销售的策略 就是GSGS 在同年11月也受到了墨西哥的邀请 分享爱多美 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的概念 通过以上种种 我觉得我们爱多美是一个良益 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商业的一个企业 接下来我们看看稳定性成长 爱多美 它在这十年 从2009到2019 每一年都以非常稳定的数字在成长 平均大概成长率在30到40的百分比左右 所以非常的稳定持续成长 我们来看看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在2016年开始 第一年我们做了1000万的业绩 第二年8500万 到了2018年 1亿1000万 在2019年我们达到了1亿8300万 在马来西亚今天 2020年 到了8月的时候呢 我们的业绩已经达到了1亿8700万 它已经超越了2019年的业绩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爱多美它整个成长是非常稳定性 而且是向上的 然后呢 我们也获得了2019年的这个出口塔奖 四亿马币 这个就是证明我们爱多美 它整个成长是非常稳定的 唯有在过去的成长稳定 那么在未来 我们才能够做得更强更大 大家说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分享爱多美持续性的发展空间 持续性发展空间 因为我们都知道爱多美是一个流通 流通企业 那么讲的就是说 我们的产品在市场流通的话 它的需求量到底大还是不大 我们都知道我们爱多美的流通产品包括什么 我们包括保健养生 我们包括美容养颜 包括美白护肤 包括居家用品 电子科技 等等这些产品都是长期被需要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发展空间非常的大 再来呢 如果发展空间很大 我们也要看一下 如果今天爱多美 它只是能够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发展 那么我觉得空间是不大的 但是我们爱多美呢 在这十年呢 从韩国开始也开发了 到现在开发了14个海外的分公司当中 包括了美国 日本 加拿大 台湾等等这些企业 也在今年启动了中国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而且在未来呢 公司也布局将会陆陆续续的开发 更多的海外国家 所以整个发展的空间 基本上我没有看到什么市场饱和点 因为我们的产品是长期被需要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看我们爱多美的终极目标是 达到1000亿美元 但是到了2019年 我们只达到了我们只做到了13亿美元 从这里来看呢 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只做到了1.3的百分比 所以董事长说 2019年我们实现了梦想的十年 在2020年开始 我们开始启动全新的梦想 迈向百年企业 所以我觉得爱多美呢 因为它的产品是长期被需要的 所以呢 只要有消费者的地方 就会有爱多美 那么大家觉得我们的市场空间是不是大 再来我们分享 最后一个重点 就是爱多美在市场 它的竞争优势 到底有没有能够持续性 会不会说 5年10年过后 它就没有具备这个竞争能力 第一个 我们爱多美从开业到今天 10年来 董事长都是只抱着一个价值观 就是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 大众精品策略 所以呢 在市场上 每一个消费者 相信都和我一样 希望以最少的钱 买到最有价值的产品 对不对 我们爱多美的 整个产品策略 恰恰就是做到了这一点 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 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牙术 我们的牙术也是大众精品之一 它做到了一秒卖一支 现在每一年的销售额最少都有 做到三千万 再来呢 我们看看 爱多美的大众精品呢 它包含了 大众精品策略里面 它包含了 加量不加价 我们很明显 我们看到我们的蜂蜜影 当初在爱多美上架的时候 是一盒三十包装 来到了今天 一盒六十包装 更提升了 我们的批率 从一百千提升到了两百千 提升了足足一百百千 所以我根本看不到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之下呢 不成功的理由 然后呢 我们爱多美 它更走向了一个未来趋势 未来的趋势 所有的产品都会走向环保 那么我们爱多美的产品呢 从生产 销售 消费 废弃 到后 过后再使用呢 都遵循了环保的原则 来做管理 再来呢 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它除了获得了厂方 跟当个国家的 卫生部的认证 我们爱多美也会去申请 全球既有权威的 第三方认证 包括了 我们知道 FDA GMP HACCP 然后Superbrand HARA 我们的这个Dermatax Ecoset Rohas FITI 等等 在国际 都是有权威的认证 所以我觉得 爱多美的产品 它除了让消费者 省钱以外 当然我们也用到了 非常的安心 然后也会很开心的 继续做重复的消费 再来呢 我们的产品 我们可以拥有 这样强大的一个 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策略 当然少不了 我们背后的厂家 爱多美的产品 来自于科马B&H 而科马B&H后面呢 有这两家 非常强大的企业 第一个呢 就是韩国原子力 韩国原子力呢 它是属于韩国 国家级的研究单位 另外一家呢 是叫做科马 科马是属于百年企业 在全世界呢 是属一属二的代工厂 由这两家强强合手 然后呢 创办了这个 科马B&H 然后所生产的产品 通过爱多美 流通到全世界 爱多美的产品 除了来自科马B&H 更有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叫做GSGS GSGS这个策略呢 也是我们爱多美 迈向百年企业的 重要的一个策略之一 因为通过GSGS 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可以在当地的地方 享受到来自全球 海外高品质的产品 然后呢 所有合作厂家 也可以通过GSGS的 这个策略 把他们的产品 销售到海外全球市场去 所以呢 GSGS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的重要 最近呢 我们马来西亚也有了 两款的GSGS产品 一个就是hand sanitizer 一个就是我们刚刚非常火爆的中秋月饼 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 马来西亚也陆陆续续的 会有更多更多的GSGS产品 那么呢 我们刚刚看到 我们马来西亚在2019年的时候 业绩达到1亿8300万 但是呢 我们的退化率 才区区的达到0.06%而已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在1万名消费者当中 退化率的人 才达到了不到10个人 就是77的6个人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看 为什么爱多美 它可以这么样的持续的成长 是因为消费者 真的是太喜欢 我们爱多美的产品了 所以呢 我们再来看 今天如果我们在爱多美 选择这个平台来做一个创业 爱多美提供了我们 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成功系统 我们可以通过成功系统来学习 我们的成功系统有服务中心 我们有一日研讨会 还有成功学院 我们也快速的转变 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把这个系统搬到了线上 就好比如今天的线上成功学院 所以呢 大家只要免费的投入时间来这里学习 大家也可以成为像今天在座的 每一个俱乐部领袖一样 然后呢 我们除了有培训系统 爱多美更提供了我们一些免费的事业工具 包括了我们的企业网站 大家可以去游览我们的企业网站 通过哪里我们可以更详细的了解到 公司的文化 还有我们的爱多美频道 channel.atomi 通过这里我们可以获得很多产品的资讯 公司的资讯 还有我们有爱多美的atomi ticket 通过这个手机APP 我们何时何地的都可以知道 我们的活动在什么时候举办 然后呢我们的shopping mall 在我们的shopping mall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产品的资讯 还有呢 当然离不开我们爱多美 董事长一路以来追求的共生的爱多美三大文化 第一个就是原则中心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共同成长的文化 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分享的文化 我们的这三个文化呢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做到会员 厂家 员工 还有社区 一起达到共赢 所以呢 我非常喜欢爱多美这家公司 因为我们的原则中心 提倡的是什么 不抢线 不挑线 我们也不囤化 不买聘 主要是以正善 上略为我们的经营策略 然后呢我们的 这个共同成长的文化呢 主要是针对合作厂商的协助 爱多美它针对合作的厂商 如果这些厂商一路以来提供爱多美优质的产品 如果有一天这些厂商面对资金的不足 我们爱多美呢 会帮助他们提供他们采购原料的资金援助 如果这些厂商想要提升他们工厂的facility 他们的品质 我们爱多美也会无条件以免利息的形式 提供他们资金的援助 从数据上来看呢 爱多美在2016年 2017年 2018年 这三年呢 他们也提供了这些厂家很多很多的资金 2016年提供了28亿韩币给厂家 在2017年提供了58亿韩币给厂家 在2018年呢提供了50亿 所以呢这三年来 我们可以看到爱多美 它是真心的希望 可以和厂家共同的成长 还有我们爱多美一品一色的产品策略也保住了商家 不会面对价格竞争的一个情况 最后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爱多美分享的文化 只要有爱多美的地方都会出现共享这个分享的文化就是做慈善回馈社会 所以今天呢我觉得爱多美这家公司呢 为什么很多人可以成功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爱多美公司呢 它除了做到以上几点呢 它还是一家 与时并进的企业 相信大家在8月的成功学院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爱多美呢 即将和这个亚洲顶尖全球世界效果的Mofet公司合作 会开始一个XR的一个购物的体验 XR这个科技呢 它是融合了过去的AR VR跟MR的技术 所以大家在线上购物的时候呢 能够有感官上的刺激 能够有感官上的一个感受 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科技 所以我们爱多美 它是一个与时并进的企业 所以是没那么容易给其他的企业来超越我们的 所以今天我做一个总结 在爱多美你能不能成功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爱多美这个平台呢 对于大众消费者来说呢 它简单容易明白 只要使用产品 把这个好的产品我们就用用看 用了好用我们就去分享 对不对 从消费者开始体验产品 满意了就变成爱用者 爱用者的背后 因为我们的平台有利益的推动 从爱用者变成了分享者 最后成为了经营者 所以呢 我觉得爱多美在未来的十年呢 将会获得非常巨大的成就 爱多美企业将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 所以呢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跟着爱多美的脚步 一起成功 最后我祝福各位身体健康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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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